在一個氣缸內裝住理想氣體 中間以一種能自由滑動的隔板隔成左右兩式,如右圖所示 我們在27度C達到平衡的時候,右式的體積是左式的三倍 現在將左式加熱到327度C,右式仍然維持原本的溫度 那右式的體積會變成原來體積的多少倍呢? 好,那這裡我們要做個假設 我們在相同溫度的時候,都是27度C 所以相同溫度的時候,左右兩式,它的體積比是1比3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個假設 就是,根據PB等於NRT 我寫下左式,右式 好,根據PB等於NRT 我們的P因為力平衡,左邊推給右邊的力 還有右邊推給左邊的力,要一樣,這個隔板才會平衡 所以P是相同的 那R是常數嘛 T都是27度C,相同 體積比又給了,體積比是1比3 那我們從這裡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V體積正比於墨爾數 對吧? 所以,左式和右式的墨爾數比就是1比3 對不對? 那我們就假設,左式的墨爾數是N 右式的墨爾數是3N 好,現在,將左式加設到327度C 右式仍然維持27度C 好,那現在,我們再來寫PB等NRT 現在T不同了,沒關係 R還是常數 那,現在注意喔 我們加這完了 可是,又達到平衡了 對不對?隔板又不會動 隔板,就是達到平衡之後隔板不會動 所以代表壓力 達成平衡後,壓力相同 所以我們得到什麼? 得到V正比於NT 欸?這個東西有用嗎? 其實有喔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加熱知道它的溫度嗎? 好 T左,左我用L表示 T左 比T右 是不是 327度C比27度C 327度C 比27度C 那記得要換成凱式溫標 所以加上273 加273 寸出來是2比1 好 那我們有V正比NT 所以 左邊的體積 比右邊的體積是多少 是不是 左邊的摩爾數 乘上 左邊的溫度比 用比例來算就好 然後 右邊的摩爾數 乘上右邊的溫度 所以它是不是就是2比3 是吧 它的溫度就是2 不是 它的體積比就是2比3 好 那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喔 體積總共是2V對不對 總共的體積就是 左邊加右邊 是2V 這個V是題目給定的這個 好吧 是4V 抱歉 4V 4V 那 你知道VL比VR 等於2比3 你是不是就可以解出 什麼 你是不是就可以解出 VL和VR 到底是多少V了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做這件事喔 嗯 好 VL等於多少 VL等於多少 4V要分給5份 所以一份就是0.8V VL分到兩份 所以是1.6V 然後 用減法就知道它是2.4V 所以就看一下題目要求什麼 題目要求右式的體積變成 原來體積的多少倍 2.4V 原來體積是多少 原來體積是3V 所以是2.4除以3喔 是吧 2.4除以3 這樣是多少 這樣是0.8 所以答案就是0.8